新北市105年春安工作将从2月1号晚间10点启动 为了统筹各方资源 新北市警察局1月7号上午在市警局六楼大礼堂 召开了春安工作协调会 由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亲自主持 侯友宜表示打击犯罪本来就是警察的本分 但在春节期间大型活动众多 因此更要加强治安维护和交通疏导 让市民朋友能够安心过年 农历春节即将到来 为了让市民安心过年 新北市春安工作也将准备就绪 而为了统筹各方资源 1月7号上午 新北市警察局在市警局六楼大礼堂 召开了春安工作协调会 会中邀请海巡署台北市金融市警察局等友军单位 以及各市府相关局处和各辖区分局参与 并由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亲自主持 侯友宜表示打击犯罪本来就是警察本分 但在春安期间大型活动多 务必要加强治安维护以及交通疏导 打击犯罪本来就是平常的工作 不是在春安工作的时候才特别加强 在工作这段时间我们特别要加强 就是我们的所有的情绪里面 总办的活动大型的活动 平息坚持绝对是一个工作 还有那些官方比如说 常聚集的人 比如像我们警问 业余 带你一些面望 临我们一些面望 这些都是我们春节的重点 赖你不得让交通非常顺畅 来继续会领悟 惠中新北市警察局 针对105年春安工作业务内容进行报告 此次将以治安平稳 交通顺畅 服务热心为三大主轴 因应各种不同状况 协议相关处置作为 而春安工作将从2月1号晚间10点启动 并于1月18号开始办理相关宣导事项 另外新北市警察局表示 是为了破除春安工作期间警察仰案的负面观感 依循内政部警政署规定 让春安工作刑案稽查回归正常化 不再以绩效作为考核 但仍会对治安维护持续执行 绝不打折 同时也呼吁市民朋友能多加配合 一同平安喜乐幸福的欢度农历春节 记者杨邦友超方琦 新北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